就是艾曼紐先生 他很喜欢键盘打击乐器 他是非常优秀的打击乐家 所以他对这个乐器是非常的熟悉的 我们听到他的作品就是觉得很棒之后 我们就开始委托他的创作 其实在委唱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他的作品 就是梁振定做那种 我觉得要亲戒感 然后而且还要熟悉感 因为你要怎么去创造 给他们一样 把他的风格创作出来 这其实是很难的 我觉得他放了很多他既有的一些文化概念 或者是他喜欢的音乐风格 也融入其中的来做一个呈现 他会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观感 原来我们听习惯的一个乐剧或是旋律 然后由他来诠释之后 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音乐的风貌 他的音乐真的很能够给观众共 像之前的苏苏巴拉 他以整个铁琴演奏组旋律 可是他完全是以弓 两个人拉弓 然后把整个完整的线条呈现出来 这个其实是蛮特别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后来又跟他合作了 《吸引力2》他在某些桥段 他就加上了《我六根棒子》的演奏 等于说他对于我们乐团的每一个人的特色 都还蛮清楚的 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把我们串在一起 比如说明昂之间就是用一个打火机 在打的时候打不着火的时候 《自然》《自然》《发光》好像《发光》一样 戴手是很具象的是视觉为主 当然浮以声音的部分 可是他的音乐里面经常都是 你不只听到你还会看到 所以很多创作都是 生活化里面去衍生出来的 他很会把他生活中 或者是他生命的经历里面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他本身他又很幽默风趣 所以他的曲子除了很严肃演奏之外 其实里面有很多所谓的他的 法式的幽默在里面 就是听起来会觉得 会让你有会心一笑的一些感受 对 而且他也很注重视觉上 就是玩一些剧场元素 可能有一些戏剧的成分呢 可能有一些走位啊 可能有一些结合其他的素材的部分 这样子呢创作出来的作品呢 它是独一无二的 是属于猪团的特质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他 给我们一个不语堂的声响 对 我觉得还蛮难得的一个 国外的作曲家 那他可以跟我们乐团有这么多 这么深的一个合作跟结合 真是很难得 这个作品呢很好玩的是 他有一半是已经创作出来了 另外一半呢是藉由作曲家 来台湾之后跟我们团员一起创作 才会激发出另外一半的 本级的东西 而且也相信他会带给我们台湾的观众 很完成 很有趣 很不同的经验 这是 conversation 第一个人的 anos 那你一定要当年 描述这一下 有一个人的编划 这么多的感觉 яли一下